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在報章上有看過一篇挺有趣的文章 也比較少人提及 就是提及人的眼睛 我們也知道眼睛是五官之一 很多時候都被小心留意到 如何保護他 而今次的文章中 就是提及散光的問題 相對來說 很多人都聽到遠視、近視 可能是打眼睛配搭 散光有聽過 但形成或是如何測量 亦比較含糊 在他們來說,散光是世界上最常見的 屈光不靜的情況 醫療界,經常比較近視和散光 就是這兩個常見 答案是取決在哪個情況下 去理定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標準 常見的門檻 散光門檻大約50度 75度至100度 我相信門檻越低 還是散光的人數 可能會越低 散光就像人體公道 有相對的概念 所以很難定 如何超過某個角度 而認為它屬於高或低 臨床上的散光 都以實際的度數為標準 香港的研究中 發現超過有6成的小孩 和7成以上的成年 患有50度或以上的散光 這個標準都定了出來 很多人有這個 患有這個散光 而100度或以上的 分別有22%或32% 和近視不同 患了散光的小孩 無論如何看書 看遠看近的地方 都覺得焦點很模糊的情況下 所以即使只有100度的散光 也有機會發展成為墮視眼 即是Lazy eye 情人方面,散光和近視一般 都有遺傳 如果父母患有100度以上的散光 小朋友患散光的風險 亦會增加到6成 當父母散光達到200度以上 小朋友的遺傳風險達到3倍以上 而所有散光的治療 主要依靠眼鏡 未有什麼藥物 減少散光 如果懷疑小朋友 有散光的情況下 眼科醫學會 也要透過檢查 排除了計法性的散光之後 例如眼睫毛或摩擦到眼角膜 或是否出現移位的病狀 去看小朋友的治療方案 即配戴眼鏡方面 袁医生 在臨床上 虽然未必會有這類型的病人來找你 但我相信在同理疗法方面 或者在自然治療上 都可以幫助一些朋友 对眼睛、眼疾、散光等問題 麻煩和听众分享一下 散光很多人都有 不同程度上 一般人在燕光師 會調教眼鏡 但我也經常聽到 散光嚴重的散光是很難調教 他會盡量去調教 但有時候都不是很成功 除了配眼鏡去調教之外 其實在醫學上 在我認識 或者你剛才看到的報道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医得到 在自然医療的角度去看 或者和疗法 其实都有很多工具 在自然医療上 我们尽量用营养 始终身体是食物做的 身体百分之一百是食物的营养造出来 包括眼睛的结构 我们尽量用营养素去帮补身体 不只是散光,而是所有眼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经常导致眼失明的视网膜和黄斑病变 这些是令人失明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鲁塞尔健康店一直都有这些营养素 我们叫做Maxifocus,其实是多方面混合的营养素 我们在网上有个连续给大家自己去买 记住,这不是只是散光 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很有用,就是蟹红素 这些我们也在连续放下 当然,欢迎大家来我们的铜锣湾健康店 这个铜锣湾健康店可以说是香港早期开始了很多年 还在这里 因为很多经营方面 其实很多香港的实体店都越来越难做 很多都已经差不多整理了七七八八 始终我们坚持健康店是我们的药房 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好的产品 大家可以上来铜锣湾 因为很方便 我们在地铁、巴士、电车、小巴 全部都来得到 所以我们上来参观一下 有很多这方面补眼 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针孔眼镜 针孔眼镜 我有不同款式 大家可以上来看一看 配合一个帮助大家锻炼眼镜 因为很多时候老花也好什么也好 配合眼镜 配合到差不多都不能配合 所以能够有其他方法 锻炼眼球的肌肉 可能令到看东西的能力 又会康复到以前 所以我们的工具有几款 是帮助我们的眼睛 始终在自然医药里面 我都很强调 其实没有什么是没有得医的 很多不同程度上 也有很多好工具 在唐河疗法 我们也有些疗剂 在记载医学字典里 也看到是对付散光的 但是我数过来 有16只疗剂 其中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给大家介绍 比如有些特点 例如Cypia Cypia 通常在眼盖上 有些凹点 即是Granule 可能会有这个症状 而导致有这个散光 如果是这样 尿剂就是Cypia 另外这些散光 令到你很容易头痛 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 尿剂可以试的是Jalcemium 黄素卿 这些我们在健康店都可以买的 可以自己上来 或者可以网购都可以找到的 另外一只就是 新禁时有间 这个就是虎皮百合 D&T D&T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如果真的现在遇到 暂时我在临床上 还未遇到一个病 可以这样说 他看东西 照着眼睛 要倾向一边去看 眼睛要扭到左边去看 来到斜视才能看到一些症状 清楚看到 这个呢 我间中很多记忆中 好像觉得有一个case 那样 病人来了 他看东西 眼睛会突然走到另一边 很可惜他来到不止一次 这样就没再来 有时我们需要慢慢去找 找一个捉摸的尿剂 其实我们不帮他 没什么机会 有其他人去医疗 这个眼睛要偏向一边 才能看到 那个case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其实我们也有机会去医 但始终没有再回来 他的眼睛就是这样 突然间放在一边去看 我都很少遇到这样的症状 另外一种叫苦味酸 pigric acid 这个症状就是 用配眼镜去搅拌 好了一会儿 跟着又叉回 配都配不到 而且发现颈头后面 有一种沉沉的痛 这个就是pigric acid 补了一会儿很快就不行了 配了眼睛很快就不行了 即是我们在同一个疗法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疗剂 如果大家遇到我曾经所说的症状 当然了 我们的疗剂可能 主理的机会更加好 否则我们就会用 我们叫physol stigma 非洲毒贬斗 这个通常会处理一些很严重的症状 有很多人喜欢心症状很厉害 他就会去做一个laser的手术去矫正 但是我发现 始终如果你有些近视 到年纪大 你的老花就会容易处理的 即是你会慢慢近视会浅 你的老花多的时候 你近视会浅 你就可以有机会 就会看得到近视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近视 或者本来有近视 做了手术 当然你变得老花 我发现很多人是完全看不到的 眼镜交来交去都看不到 这个真的挺惨的 因为现在的人始终长瘦 如果你到五十多、六十多 开始老花 到八十多、七十多、八十多 你熬老花看不到的东西 是远远长过近视的 因为近视可以用一般近视镜 都可以处理得到 但是如果你用手术割了之后 你变成了所谓没有近视 但是到了老花 你看不到东西 看不清楚东西的时间 远远长过近视 但是你近视可以用近视镜处理 但是老花很多时候是处理不到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不要那么轻易把身体拿把刀去搞 身体除了开刀 其实有更加好的方法 包括同类疗法 这个非洲毒贬斗 很多时候我会用一些严重近视 或者严重散光 导致眼睛很不舒服 用眼睛一会觉得很不舒服 或者眼睛肌肉跳动 或者眼球会痛 眼睛一会觉得很不舒服 又不能够抹大 又不能够合脏 有这些情况 我们都会考虑用非洲毒贬斗 我始终行医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都在这么多年来 都学了很多四科医疗 每一科都可以挂牌 不是只学了几个 course 足够都可以挂牌 当然在不同的40多年的行医经验 遇过什么的病 我都遇过了 最终最终 我始终都感觉 同类疗法医疗 能够医治病的范围 是最广范 最便宜 最安全 所以我都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已经录了差不多接近1000集 讲解不同的问题 用自然医疗和疗法 如何处理得到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自己去尋守 我们过去所录的资料 多谢余议生 这次以来无私的奉献 帮大家在大器电邦中 将他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 正如刚才的报道里 在一个调查在香港里 有六成的小朋友 都会以最低门槛 50度的门槛 来计算散光等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不可以忽视 正如刚才医生提到 如果有出现一些很明确的症状 当然可以找专业的医生 或者刚才你们听到的疗剂 可以一试一下疗剂 但基本上 刚才提到的六成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未必有任何症状 所以我们用营养补充剂 食物是最好的医药概念之下 可以用营养补充剂 去增强他们成长之间的缺失 令到他们的问题 不会恶化下去 就算成年人也好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 经常要看手机方面 所以眼睛的营养补充 是非常重要的 眼睛是灵魂之窗 很多事情我们都要靠眼睛去看 去享受人生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这方面 希望大家听了节目之后 及早去做一些预防 而不是等到出现了后遗症 或者出现了严重的损失 才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他的疗剂 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更多感谢黎元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更多感谢